炒飯哥 對啊 好東西 我希望每一集都有不同的手勢帶給大家 不要開那麼多空頭支票 不如你推了麥克風 然後開一支麥克風 坐進來就可以了 差不多就走出去 30分鐘就走出去 你有些 有些 你有些 不是有些 你有位超級粉絲很想見到你 聽聲音可以 我正在想誰 太多 你是太多女 但我太多超級粉絲 今天是為德哥而設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德哥在電台上有什麼崗位做過 體育節目 音樂節目 大叔 低下層工作 很少做的 Secure都沒有做過 不過這100多個都沒有做過 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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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跑馬 但今天有大新聞 德哥你知道 相當大 鑑叔有合作過 鑑松 李松 張福元 那些 所以今天就是摩多佳之 賽馬歷史 造馬案回顧 我開了這麼大 我只是炒飯 因為事遠就是炒飯哥 有一個騎師叫炒飯哥 因為騎馬的姿勢 好像炒飯一樣 刺招贏馬 現在是香港第三位的 是贏馬的騎師 沒有 新聞有拉一部 43歲 就是和何鏗同齡 大阿鵬幾年 澳洲籍騎師 黃德傳至愛 羅利亞 被馬會揭發參與賭博活動 為什麼不可以參與賭博活動 因為他是騎師 利益衝突 即時釘牌 15個月 馬會是根據哪個條例 有號碼 違反賽事規例593 得高占義 不知道 給三個選擇 在一項投注中 佔有任何利益 B 在一項投注中 佔有女性利益 C 在一項投注中 佔有男性利益 怎麼知道佔有利益 一二三都不行 被人打他灰 在一項投注中佔有任何利益 任何利益是什麼 利益就是托人買馬 托人買馬 騎師是不能買的 騎師是不能買的 那有什麼證據呢 就是有狗仔隊 另外就是這個條例 59第二條 為提供賽馬資料而收受利益 取消資格即時生效 判釘牌15個月 收工執行 這個反而恰當一點 因為一個騎師為賽事提供一些資訊 資料 這個反而他沒有投注 第二天沒有投注 第一是投注 第一他有投注 他給貼紙換投注 就是投注 如果舉個例子 德哥記得以前有一個叫萬成 萬成 一萬二萬那個 不是萬年那個 萬成當時被老簾搭了 最後判了要坐牢 他做了功課 對啦 講馬很專業 他今天偷聽到他 輸很多 不買馬 所以做功課的時間 用來做馬案的功課 萬成又找出來 當時根據馬會賽事條例 又是59條 即是2和3 有關馬司和馬主之外 騎師不得向任何其他人士提供有關 出賽馬匹的任何資料 即是不可以隨便透露你那隻馬的資料 如果有騎師被馬會裁定 違反這個規例的話 立刻記律處分 當時就抓了7件萬成的攝氏 即是收受非法利益 非法外圍馬經營提供賽馬 我這隻馬在贏中 或者是誰這隻馬在贏中 這樣就糟糕了 然後判有罪 如果用萬成的案件 放進去羅尼亞 羅尼亞現在只是判釘牌 未至於有其他事情 但我有點不明白 即是你作為一個騎師 你參與賭博那些我明白 我告訴你 他到現在這一季 九月跑馬到現在 他有多少錢收入 好不好 他現在是第三名 在騎師龍虎坊 即是計獎金 計獎金 差不多計獎金 第一 我們經常說莫雷拉 第二 我叫寬頓 你也認識 第三也是羅尼亞 他為何要賭呢 為何 他已經去到現在 4月25日 他應該有400萬獎金 他贏了5千多萬 他有400萬獎金 贏了多少場 贏了40場 40場才有400萬 對 即是每場有20萬 哪夠他用 哪夠他用 用什麼才是400萬 400萬 首期都給不了 馬會有宿舍給你住 你40場 你差不多 現在一季跑了70幾場馬 即是他不是每天有馬贏 每天有馬贏 只得差騎費多差 但他是不是之前輸得很金 總之他有400萬 從9月到現在有400萬 蔡議員覺得 400萬 一個騎士 怎麼夠 第三位 你知不知道去上海 現在那些叫做天什麼交叉 那些叫做夜總會 那些叫做夜總會 那裡或者四孫都有 開支走到400萬 那也不知道 差不多 開支走 然後叫四條女來坐 那裡都說去了 每條女5千 四條女去2萬 一晚消費可能就是十幾萬 十幾萬 你騎士 如果去400萬 那你不要腦子那麼髒 我腦子很乾淨 正常一點 可能他媽媽 你吃納豆的 你臭的 可能他媽媽有急病 他媽媽有癌症 然後他的女兒可能 即是有急需 那些錢引上 可能要判死刑 可能他要急於要賺錢 然後就疏通 但是賺錢不行 那不如什麼 有些大惡 你幫忙做一下事 拉一下馬 或者提供一些山蟻貼士 也好什麼都好 幫忙 我的兄弟在哥倫比亞那些 有些大莊家 他又不敢說到這麼大的馬會 馬會只是提供馬的資料 就不說他拉馬 沒有在賽事當中 拉馬 任何一場賽事 因為拉馬就要做馬 很大件事 阿鵬說得對 86年有件事 德哥應該當時是他最廢話 他真的今天很廢話 喂 有人怎麼唱 要我們講 剪上youtube 希望播一播 這句剪了 看那些人說粗話 86年有件做馬案 名字不說了 轟動全港馬壇 當時有個著名的大馬主 紡織業巨子 串通騎士練馬師 影響賽馬的結果 當時當然被老簾搞定了 當時做馬案 他嘗試去求情的時候 就說 其實我沒有什麼錢贏的 另外 我有末期癌症 救命 當時判了兩年 真的說有病 是啊 當時求情也有 求情也有 但其在 他那個求情 末期癌症 去了外國醫院之後 轉頭回來之後 竟然可以玩雙鋼 當時很厲害 當時有一個龐大的造馬集團 涉案二十多人 有馬主 有騎士 有練馬師 類似有一套香港電影 好像不知叫賽馬還是什麼馬長風雲之類的那些 都類似拍過 電影裡面誇張到 就是臨沖線的時候 就跪下了 那隻馬 然後騎士就衝在前面 那隻馬就跪下了 之類 搞那些事情 他說這個造馬案 就是賽馬職業法十五年來 八六年來計 當時是最厲害的 哇 那些是聯防 我和你朋友 你匹馬 我匹馬 就是大家擁有三十幾匹馬的聯防 如果一場出十四隻馬 有十三隻是我們自己人的 你這樣都圍不到那一隻 哪一隻跑第一 那你自己的十三個都圍下去 談不成數 是啊 當時用一個叫做股份制 本身那個也是馬主 就靠騎士 拉一下馬 做一下慢步速 然後就談好了條纜 然後又不知怎樣收到封 當時大熱門那隻 那一場一定不會進來 就躺在連贏的位置 譬如他舉例 當時有六匹馬 即是很可憐 跑快活谷1575 現在跑1650 當時計好了條條纜 然後又知道大熱門那隻又不去 於是便躺在騎士買賣 買完之後便分錢給騎士之類 總之大裝做完 最後被人踢爆 然後就搞定了 但我就不太明白 你說練馬師提供提示 聊聊天 你說犯了馬會的條例 如果我用這個邏輯 騎士 騎士 如果他持有某一隻股票 作為我操縮對股票的認識 如果我是持有那隻 股平人就不是很相通的 有個董事 董事就行了 董事就不可以告訴別人 否則洩漏內幕交易等等 又不行 又沒有證監條例 又沒有證監條例 大家說貼士 貼士 其實是跟董事相對於馬場 或者股票場上的地位一樣 股平人因為我控制不到那個 但如果我持有那間公司的股票 其實某程度我是那間公司的股東 你看看是否持有相當上的股份 或者某個重要的股份 好像百分之五 即是說你很少 我夠去股份 我夠可以說什麼 1019 我夠不夠份量 然後證監會就拘捕你了 對不起證監會 我不夠份量 只不過有個股東仔 吹噓一下 大股東 大股東的意思就是百分之五左右 百分之五就是很貴多的 股票數 所以我剛才看了那隻 三二六 你任何出去都行 那些買賣我剛才無聊就按一下 那些大的買賣 全部都是那些大手 大手 即不是我們那些散戶組 你在玩東西 現在還要公股 這個題外話 今天派息 不是派息的意思 派息什麼不可 不是派息是公股 不是派息 哪有識派啊 他 三二六公佈派息 不是嗎 上個月已經說了不派息 不派息是公股價 公股價 最新派息是4月19日再來一次 4月19日又公佈一下 過了4月19日 就是派送日 派送股票給你 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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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再派心一點 對 德哥你那隻三十 為何又跌又暴 今天暴升 昨天暴升 昨天暴升 我不知道它跌到多少 沒有了 我沒有持有的 沒有了嗎 沒有了 去到三毛子還不放嗎 你猜那些 我是這樣的人放 大約一年前都說 三毛子都沒有什麼輸 或者輸少少 三毛子我們大多數一毛子買 結果就和他分手 是的 但是那些騎士呢 講回騎士 騎士有時候走沙圈 都會看著旁邊那些馬迷 做出一些 特殊動作 會不會那些是當給貼士的 譬如他走過 跟著那條邊 就舉到九十度那麼高 即是垂直的 有時候呢 樣子又很招職 又有時候舉起一個V字 這些要問一下周文發 他有沒有一千鋪呢 在這裏令戒指環 即是鋪一鋪 騎士都是招鑼油 那時候有傳說 走沙圈的時候是放飾爐的 放飾爐 你如果一千鋪都是招鑼油 他馬上不去的話 那就證明他 如果有些招鑼油又去 有些招鑼油又去 有些招鑼油又不去 你就不知道他 有些很奇怪的 十場馬 譬如第一場 他走沙圈的時候 就不會帶過風鏡 有些時候他走沙圈已經帶著風鏡 帶著風鏡是不是代表去馬 於是他找了十場 多數日子 立即盤問他 你帶著風鏡也會去馬 你是不是給場外的人 但他解釋得到 我認真 我先穿好工具 你認真就去馬 當然了 有時候不認真 為什麼那場不認真 你應該長長都這麼認真 那場我沒有說出來 但我心裡也想著馬打柴 那就不用帶風鏡 但那場還沒出 馬格一出來 已經帶著風鏡 一上馬 已經帶著風鏡 然後那邊就夾到架底 很緊張 腳掀著馬鞍 然後又臨到閘口 又收肚打 又搞了一大餐 我很認真 認真不是這麼多犯法 那些是否當不當色爐 那你看有些 是不是全部認真都搞定了 通常認真都加分 好像德哥 那些廣播其實特別好聽 然後那些一搞九頭的那些 天氣世界都是這樣 有些說收肚帶 收肚帶就是代表又認真 但我留意到 凡是拍報集詞收肚帶 多數是打柴的 那些統計數字 不代表他做釋路 但他認真地 譬如說他走沙圈 對著馬迷舉個V字 那當不當放鳥呢 通常一般是禁止騎士做額外的手勢 那笑都不給嗎 不給的 所以我自己提出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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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見過騎士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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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有些人一上馬就拍馬鏡 但很著色 但立刻打柴 那時候澳門盛傳跑狗 大家都說過 六隻狗跑 每隻狗有一個領航員 拖一隻狗埋閘 電套開始走 臨入閘 臨開閘之前他還釘著 一對狗入閘之後 就立刻捏牠的袋 捏到牠咳咳 然後一出腳軟 對呀 這麼沒陰空 當然有些東西 那些是動物來的 有些有很多動作 有些一上馬就拍馬鏡 好像懶得認真 然後打柴 那個誰不說 不過不是 作為牠們這麼熟悉馬的皮勝 其實牠們養馬養了這麼久 知道牠怎樣 怎樣撩到牠隻馬有火 有鬥心 或者搞得牠沒有士氣 垂頭喪氣 沒有心機跑 一定有些巧妙的 那時候阿彪叔說馬 不知道牠倒大了還是什麼 牠經常有幾句口頭善 你看那個騎士 一出閘就頂一頂 接著牠鬼鬼 接著牠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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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牠傲傲 最好就盯上 還來幾句 應該是 阿德哥跟賽馬的時候 聽很多 三咪之後 那時候 三咪之後不是聽這些 不是說這些 那時候很久之前 我曾經訪問過那些玩馬術的人 他們說 其實他們是知曉馬的皮性 也懂得如何跟馬溝通 即是如果這樣高層次 這麼漂亮的馬匹 那些養馬的人 看著馬大 那一刻 會不會有些巧妙事情叫馬 今天去跑 今天你隔壁那些廢的 獎金好 出盡力 總是有些巧妙的 有 蘇智威 狗都會聽人說話 何況馬 那隻是晉王 有次終於贏了 然後訪問他老婆和蘇大少 他老婆都說麻病很好 好像來未試 不知道什麼錢交叉誰介紹了 一個動物傳心師給我 還有特爾是馬的傳心師 德哥也認識 和你講話 我知道沙ross 那麼oon 這麼多動物傳心師 他們說安排荒地員 跟那隻晉王糾息 發現原來他真的有什麼不喜歡 葛珠心思告訴我 不知為什麼不喜歡背這麼重的騎士 於是我們收到之後就馬上換 他也是白癡的 有哪隻馬喜歡騎士重的 但是低能 太重了就換了 其實都是背負磅 或者一個肥婆坐上去 他發瘋了 通常都是贏完馬做完訪問之後 那隻馬下次再出 就多數都是打柴 誰不知打柴得這麼厲害 贏完之後下次就爆尾 又爆尾 然後激死了 再找個全心思跟他說 其他的馬迷去到沙圈那裡 不斷罵那些人 以前就不在沙圈 以後馬場我也在沙圈 常常動物全心思是對那匹馬說 乖點 跑啊 我買了你 每個都是這樣的 哪個馬迷就買了 就是goodbye goodbye 但是輸了一回來 就是扔馬飛啊 講粗口啊 潑水啊 扔啤酒 就是這些 我叫你 你以為夢想吃 超級的 那你 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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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